今天非常高興 我們邀請到現在兩岸非常非常知名的我們的講師 非常優秀的一個學長叫做劉公甫 可是大家都稱你創新功夫大師 為什麼用這個名稱來套在您的身上 因為您很年輕 真的分享一下 我為什麼叫公夫其實是因為我的名字是公甫 公甫很像公夫的鞋影 大家就一直講一直講就變公夫老師 那為什麼叫創新其實是因為 我對創新一直很有興趣 我本身是東海大學工業設計師畢業 所以我就覺得設計對我來講 是一個我很喜歡的部分 創新這方向也剛好因為兩岸的趨勢跟需求 其實非常非常大 所以我就剛好在這幾年 其實是有許多的機會 在上創新的過程當中 我們發現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 他們常常覺得創新很虛無飄渺 不曉得怎麼做 所以我們就整理了幾個非常常見的問題 舉例來講 不曉得客戶的需求在哪裡 所以客戶需求不曉得怎麼找 對不對 第二個是說 那客戶需求很多 我怎麼樣去選擇我要的方向 這是第二個 所以不曉得怎麼選 那第三個是 那既然方向是這個 我怎麼樣想出一個比較不一樣的點子 與眾不同的想法 與眾不同的產品 與眾不同的服務 那是不曉得怎麼想 然後最後是說 好 那即使我想到了之後 怎麼樣可以讓消費者或客戶接受我 那我就把這些問題 把它整理成一個流程 那我把它叫做IDEA流程 您原來是在企業界工作 尤其在科技業 十多年嘛 對不對 對 15年的時間 15年的時間 對 怎麼會變成一個企業的 這麼有名的大事 大事不敢搭 這個轉折大家非常的好奇 可不可以跟我們的聽眾分享 這個轉折其實很特別 是因為第一個 我之前在核情科技的時候 我那時候 在公司 我那時候本來的工作 其實是做產品經理 然後後來做Sales 那我很大部分的時間 除了研發或是管理新產品之外 我還要能夠把這個產品 帶到國外去 要能夠介紹給客戶 所以我一直對於介紹新產品這件事情 或是介紹我們的服務 覺得很有興趣 然後客戶聽完也都覺得很容易懂 所以我在這邊也得到一些成就感 剛好核情科技辦了內部講師訊 就是怎麼樣可以站在台上 把你的專業交給我們公司內部的員工 我發現這件事情 之後我就趕快去報名 那報名之後我就發現 在我自己慢慢試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這是一條我還蠻喜歡的路 那時候還在內部講師 那內部講師我就教了 大概四年多的時間 我當年考上清華的時候 在當年其實我剛好從核情離職 所以我同時做講師 然後同時在清華就讀 在清華就讀一年 然後我就休學了兩年 第四年再回來 所以我其實是把EMBA當大學念 把他當大學念這樣子 所以我在第一年非常非常幸運 遇到金老師跟邱老師 他們兩位其實給我一個 非常非常大的震撼 是因為金老師上了一個個案分析 邱老師上行銷 邱老師跟金老師也很鼓勵我 去參加這個個案競賽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這個團隊 是不斷不斷的在練習 清華這一年 我一年級的時候 這個能力對我在講師這條路 非常非常有幫助 為什麼 只願為你的捨地 只願為你的心碩 只願為你在興為在京華圓